高雄原山饭店的总统套房历经三次变身 如今成为中西风格交错的餐酒馆 不仅营业时间拉长 来客数也大幅增加 馆内除了菜色丰富多样 还能够饱览澄清湖的美景 其中当年房间里的密室也被完整保留 带你一起来一探究竟 套房里的密室 很少人知道的密室就隐藏在吧台的后面 半世纪之后依旧保有当年的橙色装潢 但随着政治更迭 原本蒋家连带的总统套房摇身一变 成为了餐酒馆 吸引许多游客老饕到此一游大袋美食 我就是很喜欢这古色狗箱 我每次来这边找好多相片 然后在里面每一个小细节 好像很多装饰品什么之类 我都觉得很漂亮 这边的环境也是朋友介绍 然后觉得这边的摆设 然后服务态度都非常不错 从一开始的早上的早午餐开始 然后到下午茶到晚餐 到现在再提高到 我们能够做到餐酒馆 所以也让在圆山饭店住宿的客人 晚上也有一杯酒喝 即便都没有出去的话 白天可以逛我们的澄清湖 在圆清散步 但是其他的时间 也可以在秘境来享受 许多人慕名而来 想要一睹总统套房变身之后的风采 除了中西风格交出了装潢设计 餐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另外下午茶及调酒 都是餐酒馆的特色 像是用叫长成高调制的红房子 圆山冰茶 以及讲夫人最爱的茶酒 夫人醉酒 多让人有微醺的感受 有出叫长成高 那我们就会把成高的这个部分 跟调酒结合在一起 那圆山也有卖夫人最喜欢的 永安乌龙茶 那我们也会把茶品的部分 跟酒去融合 就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茶酒 我们有一个叫做夫人醉酒 饭店总统套房 历经三次的改造 变身成为知名餐酒馆 不仅营业时间拉长 来客数也大幅增加 到这里除了可以享受 菜有的美味 感受调酒的微醺之外 还能眺望成青湖的湖畔美景 或许还有机会 亲自一窥 昔日密室的别有洞天